其實要叫我唱 叫我跳都可以啦 50件 是這樣說師母手舉不起來有50件 就是啊 這個就是最好的理由 那我就講笑話好了 啊 很少碰到有這麼多的掌聲 啊 等一下要做做Uncle Uncle 世間上有兩朵花 是每一個人都喜歡的 每一個人都愛的 給你們猜猜看是哪兩朵花 每一個人都喜歡的 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的 都沒有猜中 什麼蓮花 玉蘭花 玫瑰花 百合花 都沒有猜中 我揭開謎題好了 有錢花 還有一朵 除了有錢花 捨得花 盡量花 啊 盡量花 哎呀 不過不要亂花 來蕾藏是做功德最好 你就把它盡量花 耶 再來一個笑話 一氧化碳的弟弟是誰 就是二氧化碳 啊 啊 台灣話說的醬油就是醬油啦 醬油的膏就是什麼人 就是醬油膏 哎呀 啊哈哈哈哈 一氧化碳 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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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再最後一個 否則讓世尊啊 等不及了 有一对新婚夫妇 结婚之前 约法三章 其中一章就是 不管如何 不管脾气多不好 或者吵架的时候 一定要在睡觉以前谈何 结果他结婚一个礼拜以后 有朋友碰到他 那朋友就问他 那你们有没有在 睡觉以前谈何啊 答案是 我昨天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没耍了 公请师尊开示 大家好 师母的这个才艺好不好 因为她的才艺太好了 所以呢 我的才艺就不好 他讲笑话 那么我也讲三个笑话 有一天呢 这个上帝在天上很无聊 他要想看一看到天堂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是怕老婆的 所以就叫那些在天堂的 那个男的女的排队 就是说怕老婆的把那个男生全部叫来 天堂的 怕老婆的站在一边 不怕老婆的站在另一边 这个怕老婆这一边呢 是排满了人 哇 排长龙 不怕老婆的 这边只 一位 不是师尊啊 这个上帝就觉得 哇 这个人非常勇敢 一定要问他 为什么他不怕老婆 就问他了 他就讲了 是我老婆叫我站到这边 人多地方是非多 不要去 上帝就晕倒 那么第二个呢 有一个这个夜间部的老师啊 他也很好奇 这个来上课的这些先生们 到底是怕老婆还是不怕老婆 就叫了说 怕老婆的全部站起来 哦 大家都站起来 那其中有一个是半蹲的 这个老师就问了 你站就站 坐就坐 为什么要你半蹲呢 他说 老婆还没有下命令呢 哇 更厉害了 师尊是很怕 因为他的才艺太好了嘛 第三个就是我们到那个罗马 有一个喜宴池啊 有一个喜宴池 这个喜宴池的这个故事 这个先生啊就挤到喜宴池面前去啊 就拿一个铜板在喜宴啊 他把钱一丢 这个老婆从后面就挤过来了 你怎么可以先丢呢 应该是我啊 他先生就走到旁边去 他老婆在挤在前面 就拿一个铜板在喜宴 这后面啊一大堆人啊 像你们现在一大堆人 都在喜宴啊 就挤过来 一下子就把老婆 给挤到水里面去了 掉下去了 还好啦 这个喜宴池不是很深啊 摸鱼摸鱼 这个先生在旁边看到老婆 被挤到水里面去 他就说 哎呀 原来喜宴池那么零啊